哈喽大家好我是杰哥 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这一台旗舰呢 应该也是我目前2022年呢 使用的最好的一枚旗舰 到底有多好 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带你去了解一下 有关这台手机的可妙之处 Let's go yes 没错 所以今天呢要跟你们介绍的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台小米12S Ultra 用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啦 今天呢就大概分享一下 它整体的用户体验到底如何 因为很多用户啊 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UI 对不对 UI 干嘛 UI 就是可能 不要不要 然后啊 怕怕怕怕就好了 你是卖电话的 你竟然问我UI 你是什么 首先我这台小米12S Ultra 它的版本是13.0.4 稳定版 so far用到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像说马来西亚的 MacBank2You Hong Leong Bank 我都有尝试登录过是可以使用的 even是McDonald 因为McDonald 很受GMS影响 假如说一台没有正版GMS 授权的话 McDonald App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so这台手机测试了 是可以正常使用 Whats App Instagram Facebook Dual X Function so far我用到是没有多大问题 even是Food Panda Grab 这些都能使用 相信一定有观众很担心 就是中国手机一定很多推荐广告 对的 一开始进到界面的时候 的确是有很多Folder 一直推荐你安装的应用程序 但是那些你都可以透过后续去手动关掉 再来小米音乐小米视频 一般上进到里面 它就有很多热门推荐 我是已经关掉了 所以进到里面是特别干净的 even是在小米视频也是如此 其实大部分的应用程序都可以通过设置去到消息和推送 这些都关掉你就会看到你的应用程序特别干净 再来它的MIUI呢 跟我们大马的MIUI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采用一个半透明的控制栏 它的icon都比较偏于圆形 椭圆这样子 so看去蛮顺眼的 再来有一点就是 它没有那个App Strower App Strower是可以关掉 因为在大马很多Poco Phone 只要是用做Poco Launcher 你不可以关掉App Strower 如果你喜欢抽屉模式 当然你也可以去到它设置里面开启抽屉模式 如果你问我这个手机用到来有没有任何的Bug so far我到现在是还没有感觉到 唯一我发现到的缺点就是 它的Netflix是没有支持HDR画质 还有一个漏洞也是我最近才发现 就是你去Facebook 然后你要Post照片的时候 你要放大来看 它不是Show你那个 你点击的那个照片 变成就很麻烦了你看 你看 我希望小米赶紧修复这个问题 有爱方面的话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亲身体验 可能会更加的深刻 我讲的话 可能你们会觉得 这个是业配啊 想多了 绝对不是业配 因为小米Malaysia是还没有进这一款的 目前只有在中国售卖 首先我们来看小米12S Ultra的设计 这一次它的背盖是采用皮革纹理 整个看去是比较高级 比起它之前11S Ultra的大理石纹理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好太多美太多了 然后在它的镜头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 不是我看到 是我的母老虎看到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它很像华为 对啊 是吧 你一讲 诶 这么你会买华为手机的 没有错 因为华为一向来都采用一个圆环 HELLO RAIN 就会让人有一种这样的印象 是因为Laika 华为最够力的 是一个Laika跑过来小米这边了 这一次小米跟Laika是联合研发这一颗镜头 而不是所谓的 像之前它们是通过演算而已 这一次它们是用Laika的镀膜 Laika的镜片 Laika的演算 还有Laika的filter 有生动的 有经典的 拍照出来的时候 最让我深刻印象的就是 怎样拍都怎样美 而且是在家里啊 通常我拍照的时候我是不会在家拍 我前面这位母老虎呢 他就拿我的手机啊 这样随便抓拍一下我就觉得 诶 这个照片看起来很漂亮耶 原来它的演算法 这样塞蕾了 我只可以讲你拿着这台手机拍照的时候 谁拿它拍照 谁就是摄影大师 这个是比较夸张的 比较夸张的 只不过是真的在一些条件下 你要拍出很美的照片是很困难的 可是这个手机真的做到了 它真的是做到让用户非常的无脑去拍 其实啊如果对于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来说 可能这一些filter对他们来讲啊 他们不喜欢 因为可能他们喜欢自己的风格 毕竟它的演算呢 也是有带点contra ISO 偏高 然后颜色有一点跑偏 并不是说你拍到死色 可是它跑的偏的非常的漂亮 看起来整个毫无违和感 再加上你看它的镜头就好像相机这样子 对不对 嗯嗯啊来卡相机这样拿住的时候 几刹机 然后在手感方面我觉得算是很好的 因为它旁边这些都是以一个圆滑工艺打磨而成 还是一个双曲面屏幕 然后之前我是用那个小米12 小米12应该也是我用过小米手机 手感最好的一枚 可是它让我不可以接受的东西就是 耗电 真的很耗电 毕竟它是主打单掌机 电量方面就比较小 必不得已 我要换掉它了 我就把它给卖了 可是还没有卖哦 如果是说在观看的朋友们 你们很想买这个小米12呢 没错现在低价抛售 2000块而已 如果要的话 你可以和客服了解更多详情 一般上在马来西亚卖的是 3000块钱啊 我卖2000而已 什么钱呢 那是小米12吗 不是P50吗 小米12啦 因为你那时候跟我讲P50 小米12啦 可以可以 我自己用的手机我不知道啊 我就确认一下是不是一样价钱嘛 一样价钱啊 两个都是2000块的 如果是你们要华为P50 也是有 厉害哦 你是顺便叫我打广告是吗 不是啦 一定是这样子 厉害哦 神机妙算 然后这一次它是搭载一副6.73寸双曲面 OLED的中心打孔全屏幕 在刷新率方面是配备了120Hz跟240的触控采样 这一面屏幕给我的一个体验就是非常的有手感 看去非常的高端 一般上手机你要看起来高端 Classic的话都是双曲面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屏幕是特别的贵 因为之前我有一位顾客有向我购买小米11 Ultra 它的屏幕低爆掉 你还记得吗 那个记得啊 光是订那一面屏幕我就订了整两个多月 然后在价格方面1300左右 1300左右还没有包装的 这个价格真的你们要大概拿捏好啊 虽然说它是Victus刚化玻璃 可是双曲面它的脆点会较高 所以一跌爆的时候1500清就不见了 还有很多观众应该会很担心的事情就是 毕竟它是搭载一个2K分辨率的显示屏 在耗油量方面相信一定会影响到对不对 我自己用下来啊 Sofar一整天玩原神 好一些应用程序 回复WhatsAppEmail 一天用下来 我还有一个40-50%的电量 如果要去到两天的话没有问题的 它的耗油量算是可以的 强的 因为它的电池是有搭载了4860毫安 唯一的败笔就是在它充电功率 只有支持67W Turbo Charge 它的120瓦如果可以加进来 在这个小米12S Ultra就完美了 就差 只是67万了 然后在无线充电室支持了510瓦 无线反向充电支持10瓦 笑得多好啊 好顺便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小米12S Ultra 它是有自带多speaker 这个声音方面的调效啊是非常的饱和 无论是中音重低音都处理的非常好 再加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 它是防水手机啊没错啊 防水手机啊基本上你是不用担心 如果你是拿来日常生活用 带小孩子去玩水啊 或者是在户外运动的时候 刚好遇到下雨天的话 也不必担心这个手机会进水 哇超棒 可以给我玩多两下吗 刚刚不是说吗 它省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LTPO2.0 自适应刷新屏幕 它可以自动分配你用什么应用程序的话 它给予适当的刷新 从而达到控电的效果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技术就是 普增技术 让视频的画质更加的高清 让整个视频看去更加的有跨离体 so这个小米12S Ultra呢 都拥有这一类型的技术 就不晓得它支持哪个应用程序 它就没有list到很明确 毕竟这个是中国版 我就不晓得YouTube有没有支持这一项技术 法典收发2K屏幕所带来的画质冲击呢 的确是非常强 接下来就是镜头 在镜头配置呢 它是搭载了50MP主色 Wave IMX939 也是目前 Compare with 现在市场上 它拥有最新的传感器 拍照方面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它是怎样拍都怎样美的 你看了这些成像照 你就知道了 这个相机是有多强大 然后在人像的抠图 还是有一点点的条件 就是光线要充足了 如果不充足的情况下 你拍人像 你就会看到它的抠图细节 没有那么的细腻 会有一点瑕疵 看起来就有一点点的违和 如果是光线充足的情况下拍摄 你就会看到条条分明 人像抠图非常精准 看去是非常的自然 然后在夜拍方面 它的主色镜头 超广角镜头 浅望式镜头 都支持夜拍效果 夜拍啦 But then 拍视频方面的话呢 只有在主色会比较强 在它的超广角镜头呢 是支持了48MP 128度的超广角 可以让你拿到更广的视野 好像拍风景照啊 海边啊 这种超广角用起来就真的超棒的 有多棒呢 来 我们现在用它超广角来拍 然后那个画质感觉这样 画质啊 其实算是清晰啊 清晰啊 对 它的超广角镜头呢 它的画质最高也许去到4K 60Fram 所以在这个画质下 一边走一边拍摄 我们试一下一边走一边拍 看它稳定性 OK 现在是手是手机 一边走一边拍 然后它超广角是没有自带 HopiX的 如果是它主色镜头 之前有测试过 在夜晚的时候 它的稳定性算很可以 超广角的话就没有撕太多 因为它夜间感光不是很强 噪点比较严重 所以在白天拍摄的话会比较好 然后画质方面看去也比较爽嘛 对不对 会稳吗 你这样看 稳啊 稳哦 不懂是我手稳还是手机稳 肯定不是你手稳啊 那里可能你手稳 你在中洞 以为你是stabilizer 长得一只这样一棒棒 然后现在我们用住的是它主色镜头 它是支持8K 24Fram 是最高画质 现在用住的是4K 60Fram 在画质方面当然主色镜头会比较强 而且还是在虚化效果 看去是有那种层次的有吗 主板后面是萌的 对 跟它超广角比较起来对不对 对 刚才超广角看去就整个很轻 对 其实就不错啦 其实算蛮轻 可是主色镜头的话 看去更有层次 看起来更漂亮 可是啦 那种灯会这样闪闪闪闪 是正常是这样 哦就那些灯会闪是吗 对 因为我用住60Fram的关系 哦 OK 然后比较色那种LED灯 会看到有闪烁 因为我们人也是看不出的 可是相机镜头 如果你开启60Fram的设置下拍 你就会拍出这种效果 如果你不要那些灯会有闪烁问题 你就要调成24或者30Fram 整个画质看去就比较smovie 可是用60Fram的一个好处就是 当你画慢的时候 整个画质是比较6的 不会有那种卡卡的感觉 班上我都是用60Fram进行拍摄 然后还有一点是比较棒的东西就是 它可以支持这一类型的 无线蓝牙麦克风 哇 我可以接麦克风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因为现在啊 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 一些手机 它的拍照是很OK 拍视频是很棒的 就是 不能接麦 有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就有一好没二好 so far是这一台啊 小米12S Ultra 画质方面不错 稳定性又可以 它的演算法我又很喜欢 还可以连接这一类型的无线蓝牙麦克风 我就觉得好棒棒的 接下来就是性能的配置 首先它是搭载 骁龙8 Gen1 Plus 真的超棒的 这颗处理器比上一代的 XT8 Gen1普通版 它的控纹更强 温度不会飙的过于高 玩那些高性能游戏 比如说原神 它的温度最高也才42度左右 再加上它后背是采用皮革纹的关系 在它的后背最高温度 维持在40度以下 唯有的缺点就是 发热的面积都是在中上方 再加上它的镜头突起是非常的高 假如你要套上散热器使用的话 这一台手机是没那么的理想 but so far 我用到来它的温度由于也不会去到很高 倒也不必一定要套上散热器使用 普通这样用也OK的 那么在跑分怎样 首先我们来个安堵堵 随便跑就有一个103万分 它的最高温度40度 在压力侦测下最高跑分为1万 最低5600 稳定性54%而已 测试当中它的最高温去到44度 帧率方面23-77fram 虽然它的稳定性不高 但它的整体表现会比SD8 Gen1好很多 在它的单核跑分为1200 然后我这一台是512配置 它是搭载UFS3.13存 再加上LPDDR5 RAM 贴三角就取诞生 就差 它没有把它的SSD阵列加进来 就好像黑鲨5 Pro 如果它把那一项技术也添加进来 再加120W的三重 这一台手机在2022年 称霸都不夸张 这个绝对是可以的 再来它的Game Turbo Game Turbo它是有两档 分别是均衡模式跟性能模式 接下来我测试的游戏 都是以性能模式为标准 在它Game Turbo里面 你要做内存清理 消息屏蔽 或者是当你接上WiFi WiFi掉线 切换到移动网络 它的Multi Connection都做到非常强 可以瞬间接上 不会有掉线的问题 当然它里面也自带变身器 如果是射击游戏来说 它还有多一个就是准性调整 去到设置里面 我们还可以调整更多 比如说你要针对每一款游戏 开启性能模式 或者是均衡模式 游戏勿扰模式 在高级设置这一边 你还可以针对每一款游戏 进行一个触控设置 就好像射击游戏 我就调整为专家模式 触控滑动跟手性 超触控分辨率 微超瞄准灵敏度 点击操控稳定度 这些都可以自定义 虽然它也是有防误触的选项 但是你改到最大范围也帮助不了多少 毕竟是一个双曲面屏幕 在上下方 有时你用式子操控的时候 还是会误触到 里面也可以进行显示增强 分别有四种不一样的图像调节 由于我这台手机是中国版 针对中国游戏是特别友好 很多中国游戏 就比如说王者荣耀和平金 都可以开启高帧绿色值 四三配置 在游戏里面 虽然说啦 是有120Hz 看到是很漂亮很美 玩起来很顺 Valenta的范围起伏是非常大的 它最高是120帧 最低可以去到70-80帧这样子 不过对比国际海外版的算是好很多 如果你喜欢玩中国游戏 你买中国版的手机真的超棒的 在和平金里面是可搭配 1654 90帧的设置 就差触控采样只有配备240 感觉比起它之前的一些电竞手机 可能说K50GAMING或者是Poco F4 GT 是配备了480触控 以我个人体验 我会觉得480跟240的确有差距 感觉就是有微微又不算是延迟 就是感觉会有慢一点点的 不过你要对比今年的旗舰 要有这种正列的镜头组合 还有这一般强劲的性能铁三角的配置 240触控我认了 我甘愿 这个小小的缺点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在它的耗电量又如何呢 我们就先说和平王者 在性能模式下平均一小时是减一个20% 最多能维持5个小时 如果是原生的话一小时是减30% 能维持个三小时半 续航能力表现我觉得算是很可以了 在温度方面 刚刚就说嘛 它的最高温也才42度 可是前屏方面会更烫一点 而且在发热的面积分成两个区域 中上方跟充电的地方 充电的地方会更烫一点 加上它的边框 不懂是铝质还是五锈缸 握起来是有微微发烫的问题 不过套上手机壳 它的发烫就没那么明显了 顺便吐槽一下它手机壳啊 那么高级的手机 你配这种透明硅胶 有一点点拉低整个手机的档次了 哇超难看的 不过好在它的壳在镜头保护还是不错的 会比镜头高少许 目前小米12S Ultra 在中国那边它是有两个还是三个配置的 反正我们讲那个通常比较热卖的 也就是12256版本 换算到来马币的价格是在5000块 如果是512GB的话 差不多在5300-400块 包满运费砸钱这些啦 如果是说你对这台手机非常感兴趣 当然你也可以到 Bojo Gadget和客服了解更多乡情 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 这台手机无论是在性能、颜值、相机、画质 各方面都拥有最顶尖 很像旗舰中的旗舰的手机 是我目前用到感觉是很舒服、很畅快 感觉很不错 就用到很开心这样子啦 就不晓得它可以让我开心多久 但是我目前2022年测试下来 应该是最好用的一枚旗舰手机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先了 未必营业的蒙总 现在他有一点backtrack了 他要回家了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就是一个优化不能好好说的 Mr.蒙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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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